發展的是單項的 就是大家來上課 但是我們發現這樣子太可惜了 因為來的學員裡面很多臥虎藏龍 所以如果說能夠讓他們集結起來 把那個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讓他們發展出來 也就人跟人之間的聯繫產生的話會更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活動開始會以一種分組的方式來進行 那我也發現透過分組的方式使得人跟人更加認識的時候 又產生出我們原先在單一課程中沒辦法想像不到的事情 比方說他們之間自己就開始互相幫忙 其實人跟人之間的資訊是很重要的 然後人跟人之間的連結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在這過程中 我們下一步在課程中我們開始調整 開始把他們人跟人之間的那個社會資本把他給建立起來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講到的這群媽媽們 那他們就是開始在推動這個曙光安清班 就是他們來招募志工 那他們在樓上 我們一樓的課程在進行 他們在三樓有很多的這些小朋友的活動 所以爸爸媽媽就把小朋友丟在那邊 很安心的他們就可以在樓下參加活動上課 那這個是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那個耶誕夜 他們在樓上還有一個耶誕大餐這樣在玩 好 那其實除了這個碧雲莊的課程之外 其實我們也把我們的一些理念延伸出去到部落 我待會要來跟各位介紹 在介紹部落之前 我先來跟各位介紹一個 一種特殊的農法 叫綠生農法 這個東西是在去年巴巴水災的時候 我才開始接觸到 那人家傳給我一個消息 我聽說有一個日本人 欣野忠雄先生 Hoshino-san 那他以前是在日本琉球大學的EM菌 各位有沒有聽過EM菌 Effective Microorganism 那EM菌 他的用途非常的廣 那在農業 在廢棄物處理 在各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那他從日本退休之後來花蓮 來南投 南投Long State 然後他也很感慨花蓮的南投的台灣這種好山好水 但是我用的那個農藥肥料 那個很恐怖 於是他就娶台灣自己當地的郡種 然後用EM菌的方法 然後他做一些理論上的修改 發展出另外一套系統 稱之為綠生農法 那我聽說這個人 他在巴巴水災的時候 他很感慨這個水災之後 那個不是 那個都是泥泞不堪 然後開始很多東西腐敗 臭味出來 我們政府的做法都是噴大量含綠的消毒藥劑 那當時巴巴水災 臺灣所有的漂白粉 所有漂白劑 這種含綠的消毒藥劑 通通用完 我們還緊急從香港 從中國大陸在進口 然後沉噸沉噸的這些含綠的消毒藥劑 噴在我們的集水區 噴在我們的土壤裡面 他看得非常非常心痛 因為他覺得這不應該是唯一的方法 因為其實把這些含綠的東西 噴到土壤裡面去 就土壤而言 你把好菌壞菌 通通一起殺死 整個土壤的生害系統被破壞 然後含綠的這些物質跟有機物結合 都有可能產生致癌物質 然後沉噸沉噸的這樣噴 在我們集水區底下 進入我們地下水 那都會是一個很恐怖的災難 但是為了要緊應急 大家都沒辦法做到 於是他捐了 他做的那個菌 兩噸 捐到那個屏東 災區去 但是災區的災民 他們不曉得怎麼用 所以 這什麼東西 反正就拿來當作一般的物資 然後甚至有些還跟那個漂白水一起加起來 他的目的很簡單 他就是用 除非有大型的災害發生 當只是一般的臭味的話 使用這些好的菌來壓抑那些會產生臭味的菌 或者他是從能量的角度來看 用盛性的能量來取代這個負性的能量 那其實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除非真的有疾病發生 不然就只是在環境的這種臭味 這種消毒的工作 其實用好的菌效果更好 而且當你在急水區把這種正性的菌 好的菌放下去 整個下來對環境也是正的 那所以我聽說有這一號人物之後 我就去拜訪他 一拜訪之後我才驚為天人 原來這個人是一個研究狂 他每天四點起來就在做很多的研究 然後他滿腦子都在想說怎樣為人類更好 而且他做的那個菌 像琉璃光 他們在賣醫院菌 一公升要一千塊 他賣的菌一公升只賣一百塊 那我們後來也跟他有一些合作 然後也在花蓮做一些實驗 那為什麼會讓我很震驚的一件事 就是我一直在尋找一種可以跟災害共生的系統 因為我們未來的世界一定會有大量的災害 不管是在強度上或頻率上都會越來越大 那這個是他帶我去看他的一個案例 這個是在南投的仁愛鄉 那你現在看到旁邊那些土石 其實不是巴巴水災帶來的 是更早之前各位記不記得巴巴水災在前一次 有一個颱風把整個廬山溫泉整個給毀掉了 那一場颱風帶來 所以前一場颱風所帶來的土石都還沒有清理完 巴巴水災又來了 那災難怎麼辦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他幫助一個原住民部落 各位請看 這個原住民部落的農田 被那個砂石這樣積的整個都蓋住 然後原本的土壤都被那些砂石都給掩埋住了 那一般我們會覺得這種石頭上面怎麼發展農業 但我就看到一個很不可思議的襲擊 他就教部落的人很簡單的把土石給推平 然後他們在部落裡面收集一些廚餘 然後用他的菌來做堆肥 然後他也用一些資材 做一些發酵資材 以及用他的菌 直接適用在這個土壤裡面 你很難想像 他的那個種的之好的 他的重點就是整個農業真正重點在土壤 你要有健康的土壤才有健康的植物 有健康的植物才有健康的食物 有健康的植物才有健康的人 所以關鍵不是在你要補充什麼MPK 蛋鈴甲等等這些東西 重點是在土壤的微生物相要OK 要對 那我也看到了一個現象就是說 用這些砂石堆下來的實力上面 所種出來菜 用這種把微生物相給照顧好之後 所種出來菜 真的很好吃 那種很有能量 如果你對那種能量 歐懷測試有興趣的話 哇 那個能量之好 那讓我看到一件事 喔 原來有一套系統是可以跟災害共生的 如果常常有土石流下來 沒關係 很簡易的方法 又可以讓土地重新發揮生產力 後來我開始在花蓮裡跟他合作 把他養菌的一些系統帶到花蓮去 那我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他在這種石頭上面來種菜 一般我們在教科書裡面學到 造土作用你要產生一英寸的土 大概要三百年的時間 但是我看到他造土作用增加 這造土的速度提高了 這個也是讓我覺得蠻恐怖的事情 那後來我們在花蓮來做實驗 我們在加拿大部落 這個是在武賀台地 各位知道武賀台地 在那個花蓮再往南過了光復 還不到玉林有一個台地 那有一個阿美福的部落 那待會我還會再講這個故事 他們部落也種鳳梨 那鳳梨種得也不怎麼好 後來我有一個朋友叫顏嘉誠 他是一個東華大學自治所的博士班學生 他的研究案例就在那邊 他在那裡推廣森林咖啡 他們那裡種咖啡 我待會還會再介紹這個東西 那他們的鳳梨我們幫他用綠生菌的方法來做 哇 那個效果非常的好 就是原本的那個生病的這種狀況 然後使用綠生菌之後 那個土壤一旦健康了 植物它的能力就強起來 它自己因為鏽斑而生鏽的地方 它自己會復原 自己會恢復 然後那個果實也變大 而且照理來講 因為冬季的鳳梨因為製造不夠 所以一般冬季的鳳梨會沒有夏天 低級的那個鳳梨好吃 但是結果冬天的鳳梨風味 竟然比他們用傳統的方式的 低級的種的更好吃 所以他們也覺得非常的訝異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片田裡面 同樣的這種甜蜜蜜的品種 一邊有噴菌的長得又高又壯 然後另外一邊沒有用菌的就偏小 而且它的繡斑菌還很重 那所以我們第一個合作的對象 就是這個阿美姆的部落 加拿那部落 加拿那部落它這個土地 其實它是跟殖民文化脫不了關係 它過去是日本人殖民 日本人就叫他們種甘蔗 種什麼 然後後來國民黨來 然後又叫他們種鳳梨 然後現在他們不曉得怎麼辦 就只好種咖啡 但是其實他們曾經種大量的檳榔 那他們剛開始在種咖啡的時候 就是把檳榔統統砍掉 然後種咖啡 但是我們這個朋友他過去去看 他覺得這樣不對 為什麼不對 因為其實咖啡是一種名下植物 它只需要40%的光照就可以了 它不需要把所有的東西都砍掉 因為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有發現到 他們傳統的種植咖啡 是用那種單一作物在種的時候 他們收入就只有咖啡而已 所以他們的收益很容易受到國際價格波動的影響 反正有漲絕對不會漲到他們 但點一定是賠他們的 那等到他們沒有錢的時候 他們也買出其他的食物 所以他們現在在這裡做的是森林咖啡 也就是說咖啡是跟一座森林 而且是可以生產食物的森林一起結合 那後來這個就是你看 嘉誠教他們原本的檳榔樹不要全砍 稀疏的砍掉一些就好 空出來的地來種檳榔 來種這個咖啡 因為這個平均檳榔一年漲三級 所以這些檳榔都是很多年的 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 它已經對土壤起了一定的保護作用 你整個再把它砍掉 土壤又沒有保護了 所以他們檳榔做部分保留 然後開始種咖啡 然後那地上的草怎麼辦 要不要噴除草劑噴 幹嘛噴呢 你就種地瓜葉啊 讓那個雜草根本連長出來的空間都沒有 所以他們現在地瓜至少也有一個食物 然後也保護住地表 然後他們還有檳榔的收益 然後也還有咖啡的收益 然後他們現在更厲害 香蕉也種在裡面 然後百香果讓它去爬 反正就把食物森林的概念 給帶到這個部落裡面來 好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很有特色的 阿美族的一個 有人在帶他們發展的一個部落 加拿那部落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 最後我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正在推動的叫社區支持農業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社區支持農業它的概念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我剛剛有講過 農夫真的困難的不是把菜種出來 而是種出來賣給誰 然後消費者很辛苦的是 他吃的東西都不曉得誰種的 那何不這樣子呢 就我們一群消費者組織起來 然後跟某一個生產者合作 契作 然後現在農夫之所以 特別是小農很辛苦 是他很難承受那種風險 那個颱風或什麼這些 所有生產風險都他一個人承擔 我們現在大家變成一個生命共同 我們先預付你一筆錢 所以對他來講 幫他分擔掉這個風險 而且呢 我剛剛有講過 我們一直不覺得有機蔬菜一定要很貴 其實有機蔬菜很貴 背後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一個菜園裡面 常常會種出A級菜 B級菜 C級菜 A級菜是那種長得很漂亮 賣相很好 B級菜呢 其實都還可以吃 只是你拿到市場上去賣 那個價格不好 就打掉 那C級菜就更不用講 但是如果說我們是一群人 這樣子跟他合作的話 A級菜我們可以吃啊 B級菜可以來煮湯 可以來做什麼來做醃製啊 都可以有充分的利用 這樣就可以把價格再把它下降下來 然後同時在生產的過程中 有時候農夫 農蠻 比方說有時候要除草 有時候要做什麼 要整地要操 有時候需要大量人手的時候 他自己做不來 他還得花現金去故宮 請那個老婆的工的刀腳手 但是呢 我們現在在 當他變成社區支持農業的時候 他就可以 比方說他哪個時候 需要比較多的人手的時候 我們跟他親坐的人 我們就大人小孩就帶過去幫忙 而且我們也可以讓小孩子實際看到 你吃的菜是怎麼漲的 我覺得現在的小孩 為什麼會承受那種挫折的能力那麼差 有一個原因是他的世界都被簡化了 簡化成怎樣呢 簡化成他只要賺錢跟花錢就好 也就是說他的生命的邏輯很簡單 你拼命賺錢用這個錢來換你所需要的東西 這樣乍天之下沒有錯 但是所營造出來的世界會變成這樣 對他來講 豌豆 玉米 香蕉 這些東西他看不到這個生命 他的完整的生長過程 他看不到他從土壤裡面生長開 吸收陽光 吸收水 然後呢 這麼奇妙的這些複雜的東西 就蘊藏在這個小小的種子裡面 然後長出這樣的食物來照顧人 照顧環境 對他來講這一段都是切割的 所以對他來講 香蕉 蘋果等等 只不過我付這個錢的一個轉換 價值的轉換而已 所以他生命被載化 也因為他被載化 他承受衝擊的能力降低 他看不到老天爺的好生之德 其實無所不在 所以當他遇到挫折的時候 當他賺不到錢的時候 他會覺得人生完蛋了 但是他沒有想到 其實一塊土地 只要你懂得去用它 老天爺的好生之德 一樣在照顧你 一樣會養你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做的過程中 我們也希望讓小孩子看到 完整的食物的整個生成過程 那目前我們在花蓮的CSA 我們現在先從實驗性的性質開始 我們先從十個家庭 我們跟一個有機的小農合作 我們有機的小農 用剛剛講的綠生農法來做 我們當然也有失敗的經驗 我先跟各位講一個我失敗的經驗 我們剛開始跟一個小農 另外一個小農合作 那個小農他都跟人家講他是做有機的 然後也有一些慈濟大學老師推薦我 所以我想 因為我們是新過去的人 所以就聽了老慈濟人的建議 那結果後來跟他合作 我們才發現天啊他有噴藥 對他來講他覺得 這個有一些小問題 他很難容忍有一些小問題 一旦出現馬上就要噴藥 後來我們就跟他解約 我們也學到一個慘痛的教訓 那我們現在又找尋另外一個農戶合作 所以現在還在進行的階段 那另外一個我們還在發展的就是共同購買 因為小農市集 每個禮拜五晚上的小農市集有他的局限性 因為我只能一個禮拜買一次 畢竟不夠 而且有些東西他是要冷藏的 所以我們現在同時也在發展共共 就是有些好的產品 或者有些有理念的小農 我們用團體的力量來支持他能夠活下去 他能活下去他就能照顧我們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發展 我們有一個朋友他有一個店面 會提供給我作為取貨站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在發展 好我想拉拉渣渣報告了那麼多 欸 欸 好 我想很快就把他跳過去 好 那我想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想各位有問題 大家有什麼想要跟老師請教 老師剛剛在演講開始之前 因為我有聽到老師在講說 最近想要在華臉開放 那我是想說老師可以分享一下這個題目的經驗 喔 真的啊 這是另外一個主題 哈哈